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姨,太见外了,都怪我,平时工作太忙了,约了几次都没成 阿姨说呢,每次约都约不到,我心里有话也没人说,问锁了 阿姨,你怎么了? 还不都是和平那小子给气的 我实在是不理解,他是中了什么席了 你看有你这么一个好姑娘在他身边,他看不上,看上那个 阿姨 阿姨,其实我都已经释怀了,可能我跟和平就是没有缘分吧 哎,我也不想想那么多了,免得连累更多人 那阿姨的城府还真是的 阿姨,你误会了 哎呀,你别替他解释了 你放心,有我在,他想都别想进我家门 门不当,互不对的,真是不配 阿姨,其实我对艾蜜处理他跟和平的这件事,我也挺不满意的 不过是我直言啊,艾蜜以我对他的了解,他真的不是吃烟富士的人 什么钱啊,地位啊,在他心里都一样 吃土豆跟吃燕窝都是美味 他就是这么个人,特别没心眼 绝对不会机关算尽的,您真的多虑了 可能和平就是喜欢他这个特点吧 至于您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我大概也不够资格呢 哎呀,爷爷,我不是说你,你不要误会啊 那阿姨,我还有工作呢,我先走了 然后我们回头再聊 阿姨,再见 好好好 这,这孩子怎么变得这么快啊 哎呀,不成 我是不是得先去赶紧稳住那个家家呀 好了,你不用送我进去了 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吗 你提示工作也挺辛苦的 那去吧,我自己进去 这一切真像一场玩笑 前进还是倒退都是难题 老大 老大,早 老大,早 早 哎,老大 我俩听说,您放弃了去美国的机会 这不是真的吗 消息挺灵通的嘛 那就是真的 您,您怎么就 哎呀,老大 那个,你看我们要不要引进一些新的员工 胖花也不在了 然后艾米又生病了 整个办公室都空荡荡的 而且工作进得来也很火慢 这段时间呢,辛苦你们两个 不过我相信,艾米很快会回来的 老大 其实是这样 我给你感慨也想请假 所以才提出要招新员工的想法 你们两个什么事情啊 为什么要请假 老大,我俩赏婚了 所以要回各自的老家去办酒席 和同夜 你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开始的 怎么没有撑招啊 这个就叫做想婚嘛 现在不是很流行的嘛 咱比予得时尚嘛 好 好 这时候得过来 好 不过来 这么多的爱 那时候已经怎么办了 你去看 这时候 我姓 那时候已经 吧 你这时候 最有衣服的 是 父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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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